可能是把多蓝变成一蓝 这种状况其实都还蛮常见的 那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我想这个部分各位可以想想看 刚刚主要我们是利用什么index index这个函数 其实主要就是说 这个它主要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来源的第几列 第几蓝要放在指定的这个位置上面去 那你可以透过什么呢 蓝跟列的关联性 也就是我今天要抓的是这个位置里面的 第一就是说第一个位置 那你加上倍数去组成你要的这个指的抓的位置 刚好抓完之后 那最后呢向右向下填满 就会得到我们要的东西 那这个关联性我想各位可以动动脑 再试试看 那VBA部分的话 也许之后我们再来谈 那再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接着来看那个问题05 那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有关那个筛选业务 跟筛选总价 还有筛选建档日期 那其实你可以借由什么 主要呢 其实是借由那个 就在资料里面的有个所谓的筛选 去做帮我去做筛选的动作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快速把你想要查的东西 查出来之后呢 并且帮我新增在新的工作表里面 可是呢这个方式 它有一个麻烦的点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需要怎么样 需要筛选的 是一个 业务不是说一个一个慢慢筛选 筛选所有业务的结果都帮我自动放到这个 就是说呢 自动帮我增加一个工作 一个业务人员就新增一个工作表 那如果十个业务人员就新增十工作表 并且帮我把他们的查询的结果呢 自动帮我全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帮我放进去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当然一般习惯上是这样 如果针对大量的查询 就所谓的批示查询 我通常会先在这边新增一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名称呢 我通常会习惯叫做清单 那也就是说你今天 需要做一个批示的动作 通常会需要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 也许你可以 以前可能就是 当你熟练之后 你可以在阵列里面产生 不过我不建议 因为它太抽象 我建议的 你可以先把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业务人员 假设 当然第一个你可能会遇到问题 就是到底业务人员有多少个 你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产生一个清单之后 把这个业务人员贴上之后 接下来的话呢 把它做什么呢 移除重复 那有没有标题呢 有标题 所以标题打勾 那移除重复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 在2493笔里面呢 支保六个 也就是实际上这里面呢 只有六个业务人员 这个是我们要的 那当然除了业务之外 如果将来你要针对什么 产业别 产品 或者是说其他的 客户名字 假设是这两栏 你要去做什么呢 去做那个查询的话 那一样 可以在这个地方 去做什么呢 做移除重复的动作 这地方一样 把它做移除重复 那不要扩大 有标题 我可以按确定 好 这样移除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 你可以移除重复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不要扩大 这个移除重复功能 在那个2004 2003 包含2003 以前的版本是没有的 所以很早以前 如果在2003 里面做的话 这个移除重复 是要自己写的 也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自己写 自己写 写这会很困难的 你可以试试看 基本上如果会写的话 应该不算困难 反正基本上就跑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也可以配合 我们前面讲过的 但第一个 你可以先把它排序 所以还记不记得 range 哪个范围 好像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点currentregio currentregio 指的就是把这个范围 选起来 点sort currentregio 它先帮你把这个范围 先把它选起来 然后点sort 就是帮你做排序 那排完序之后的话 一样的东西放一起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个 排完序 东西放一起了 可是问题 如果说我希望把一样的东西删掉的话 那你怎么办呢 接下来你应该跑一个回圈 从上面到下面 比如从第二列开始 跑到最下面 那逻辑很简单 如果你的那一 现在的那一列 跟你下面那一列 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样呢 要不就删上面那一列 要不然就删下面那一列 反正删掉一边就对了 那可能一直删 删到最后 对不对 如果再比较 两个不一样的话 那就不要了 就往下再继续再继续找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何删除重复的资料 假如你不是2007 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公司 还在用旧版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来自己写一下 应该程式码不会太多了 等一下可以自己想想看 怎么去做 如果当然如果有线有功能 我们就移除重复按确定 好 那假设我今天已经移除重复了 那我今天需要做什么 最好是 我自动呢 当我按下一个按钮 这边有一个筛选业务 不过在筛选业务是筛选一个 可是我今天希望 批次筛选业务 意思是怎么样呢 按下它之后 自动到这个清单里面的 A栏里面去抓第一个 帮我去查询 查到以后的话呢 自动帮我把 菜头新增的工作表 把资料放过去 再换下一个 小咪换下一个 再下一个 一直到瑶瑶 结束 全部查完了 这个应该还没讲过吧 OK 之前好像还没讲到 好像讲到这个的前面 有大概提一下 对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你可能要思考几个点 第一个 如何可以抓到 抓到这个清单里面这个位置 抓到之后呢 然后把查询条件丢给什么呢 其实也不用重写啦 可以直接拿之前的程式码来改就可以了 那只是说外面再包一个 回圈 传一个条件给他 他会自动帮我查 查完之后的话 自动帮我新增一个工作表 全部完成 应该懂我的那个意思啦 所以请各位先第一个 建一个清单 然后一如重复 把这个加过来 这个好像在那个 实价登录里面有讲过嘛 好像有印象嘛 有没有 类似的 这个之后呢 怎么把它全部做完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再来做什么 其实我们不急着做筛选啦 我们先怎么样 先让他批示新增跟删除好了 也许我可以 在问题7的地方 新增 就是按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 自动帮我产生 菜头一直到摇摇的工作表 然后再写另外一个 就是程序 把它删掉 新增跟删除 所以呢 在练习这个之前 我们先做 假设我今天 直接切过来好了 在VBA里面 开发人里面 我先做那个什么呢 做那个 呃 这边也是一样 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 我们 这个是之前 之前写的 我们在这上面 再增加一个 所谓的那个批次筛选 批次新增 这边的话 我们是批次新增 那个工作表 那我批次新增的工作表 哪一个原因就是 有点类似像这样 按下 按执行之后的话呢 自动 从菜头到摇摇 自动新增 所以我这边 在云端上有了 我们直接拿这个好了 批次新增工作表 这个 OK 那里面的话 要做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我做一次 给各位看 直接执行给各位看 假设如果今天执行它 各位发现 菜头到摇摇都出来了 OK 那如果说我要删除它们的话 删除 这边有个批次删除工作表 那特别注意 我前面讲过 如果说你要删除的话 记得要从后面删过来 比较不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要删掉的话 直接 特别注意 这边直接执行给各位看 删除 但是要留下清单 所以先新增 再删除 因为如果你有这个新增跟 删除概念之后的话 再加上批次筛选 那就可以把资料放进 新增的工作表 就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分阶段来看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批次新增的话 那顾名思义 第一个 一定是 跑这个什么 第二列 第一个你要把那个 你要新增的 那个名称先抓到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 a 也许对 a2或a1 往下 那特别注意 我这边是多了一个 许词清单 也就是说 因为我这边是跨工作表 所以记得 要多一个工作表名称 那从a2去向下侦测 所以他应该会抓到7 2到7 那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 我先抓到 就是我要新增的那个名称 菜头 先怎么样 第一个 当然我先抓2 那第二列的这个 a栏里面 那菜头的话呢 就会先放在x里面 那后面怎么新增 我想跟前面是一样的 前面我们有讲过嘛 用那个shits 里面如果要新增工作表 它的方法叫add add add就新增 不过add后面呢 请一定要给参数 是before呢 还是after 那因为我们要新增到 它清单后面的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after 帽号等于shits 那当然你这边 不能用那个 当然第一个一定是清单 是第二个啦 第二个后面 可是呢 你不能说你又新增了一个 比如说你菜头已经新增了 第二个还是第二个 会变成说 它的顺序会 一直在第二个后面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你其实你这样二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它的顺序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先把菜头 放在这边之后 菜头是第三个 再来小咪如果再加的话呢 它一样会放在清单的后面 那小张又放过来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不是要这样的顺序的话 而是要菜头小咪小张的话 记得这边把它改成 shits.com就可以了 就是在哪里呢 在最后一个工作表 的后面 所以shits.com shits.com其实还蛮好用的 就是说我一律都是放在最后面的 最后面的那一个就对了 反正它一直帮我排在最后面 再来的话呢 重新命名一下 那重新命名前面讲过啦 就是.name 把它改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按一下词形 你会发现呢 一个直接F8 比如说先抓到X是菜头 菜头就先放在X里面 然后呢 新增一个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是工作表14啦 把它重新命名成菜头 OK换下一个 再抓到哪一个呢 再抓到是小咪 那一样呢 shits.com现在的等于3 刚刚是2啦 一直会增加 所以再放在第三个后面 有没有 然后呢 再重新命名小咪 因此类推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一个 帮我怎么样 重新放上 全部放过去了 放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完成新增 删除的话呢 前面好像有讲过啦 因为你如果说 没有加上那个 把讯息关掉的话 像这个 这个 displace alone的话 你会发现 假设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加那个 displace alone等于false的话 如果删除 它会一直跳出什么 你可能要不要删除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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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一直这样跳 OK 那如果说呢 你不希望说呢 它一直跳这个删除的话 那记得 这个我前面好像有讲过 其实很简单啦 你只要把application .disdisplace alone等于false 这个表示说呢 我把刚刚的对话关掉 那关掉之后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删除的话 我先新增 那你可以怎么样 从后面删回来 特别是这个观念 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说 你从前面删的话 这个菜头本来是第三个 那如果你把它删掉了 小咪就变第三个 所以你会变成说 你删了一个之后呢 那你的位置 势必还要再怎么样 再去加或减 这很麻烦 所以我建议 干脆你从后面删 比较没有问题 那怎么从后面删 刚好那个回圈啦 从多的 多的就去点看 最后那一个 到哪一个呢 到第三个 特别注意啊 你不能打错 你如果打到二的话 清单就删掉了 所以特别注意 后面呢 再多加一个step-1 因为它是相反的 所以必须要加一个step-1 如果你没有加一个step-1的话 它只会删最后一个 就就跳理了 因为它预设是step-1 step-1是正向的 越来越多 如果你要刚好相反 越来越少的话 记得step-1 然后再把这个号码 给这个sheets里面 加一个叫delete的一个值 这个就可以了 delete的方法 它就会帮我把 你现在告诉我 那个方法全部删掉 所以执行过之后 你会发现下面 总共会有五个工作表 咻一下 全部都删掉 所以其实这个删除工作表 还蛮好用的 那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很任意的 新增 删除 很方便 那你再加两个按钮 可是现在怎么样 新增之后里面是空的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再做一点事情 当你新增的时候 新增的时候 顺便怎么样 再把那个资料放过去 所以变成要把它合并起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重新撰写 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我的习惯上 干脆呢 直接拿之前写过的 来修改就可以了 那之前写过的 我们有写了 这个是筛选 这个是有传递 我们先不用 不用传递好了 我们先用原来的 可能是筛选的这个 筛选业务来做修改 那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如何批次新增工作表 跟如何批次删除工作表 那等一下的话呢 再来看如何批次的筛选 筛选这个结果